大家都知道试冠的奖金高达1000万美金,也就是7000万人民币。 那么你们知道这些奖金是怎么分配的吗? 首先要知道的是,试冠由8支KPL赛区战队和8支国外战队,一共16支战队组成。 没能进入8强的战队,也就是这次参赛的外国战队,每支战队都能拿走25万美金,折合人民币也就是175万左右。 前不久,武汉E-Star夺得挑战者杯总冠军的奖金,也才120万。 第5名到第8名,每支战队可以拿到40万美金,也就是280万人民币,相当于两个挑战者杯总冠军。 第3名和第4名的奖金直接翻倍,可以拿到80万美金,也就是560万人民币,相当于4个挑战者杯总冠军。 亚军可以获得130万美金,也就是910万人民币,冠军奖金更是高的离谱,达到了350万美金,也就是2450万人民币,相当于20个挑战者杯总冠军。 比第2名整整多了1000多万,这甚至比大多数俱乐部征战几年KPL所拿到的所有奖金还要多。 面对这么丰厚的奖金,你们喜欢的战队能分走多少呢?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